大家好,我是好好 你們也可以叫我老好 今天我又來講鬼故事了 那我們先騎 嘟嘟 大家好,我是嘟嘟 今天我要來分享一個鬼故事 那是我在我讀軍校的時候所發生的事情 雖然沒有親眼目睹 但是聽到學長們這樣子傳輸下去真的是蠻恐怖的 這個故事是這樣子的 我們學校以前是個亂杖綱 那同時也是屠宰場 就是殺了很多日本兵的地方 那我們學校有一排工廠 在每一排工廠的前面都會佔一個衛兵 然後那時候都是由我們學生來擔任衛兵 的勤務 但是 站在那邊的衛兵 就是每天都會發生問題 就是我們都會看到工廠前面的馬路 有一整個連的日本兵 然後他們就拖著槍,拖著頭 然後再行軍 而且是走那個正步 踢正步走 然後只要 站上的人看到 然後你只要叫出聲音 或者是讓他們發現你看得到他們 那些日本兵的手上拖著頭 就會全部轉向面對著你 然後 那學長就說 當日本兵轉頭看到你的時候 他們就是會不知覺的就昏倒 然後 隔天早上被我們發現 我們去看的時候就是 他已經口吐把我們倒在那邊 所以 後來換掃跟接掃的人 都不敢再過去 只看到他們昏倒之後 就馬上回去求救 那 這是我今天所講的鬼博士 謝謝大家 今天我要帶來的是 我在我們工廠上班的時候 因為我是住宿舍 那我在裡面發生了一個事情 我那時候在工廠上班 我上的是總班 也就是小業 那我上小業的時候 習慣就是回去吃晚飯 休息一下再洗澡 那洗澡通常也就是一兩點 因為小業 我洗澡的時候 因為那次我室友很早就睡了 所以我就一個人下去洗 那我下去洗的時候 我通常都會有一個 自己的專屬的洗澡的位置 但是那次剛好那位置有人 所以我去醉邊間 那我去醉邊間 我就覺得這間廁所就是 就是他這間衛浴真的很髒 所以可是沒有位置了嘛 我還是進去洗 那我進去洗的時候 因為每個人洗澡的習慣不一樣 我是先洗頭 然後再洗身體 然後再一次把水沖掉 那當我在洗頭的時候 我就聽到 我的門口 我的正門 就是傳來敲門的聲音 就叩叩叩 然後我 當下的反應就是說 裡面有人喔 不好意思 可不可以請你去別間洗澡 那因為我們工廠有外勞 所以 我就跟他說 有人 那個 那個台語 因為他們有的聽得懂台語 因為工廠都會亂教 那 我就 洗完頭之後 我就 洗身體 泡泡戳起來洗身體嘛 洗完之後 我要準備沖水 我的 隔間的右邊 我就聽到 叩叩 然後我就想說 隔邊 隔壁裡在洗澡 啊 就 不理他嘛 因為 洗澡難免會發生一些 小碰撞 那 我就繼續沖水 我沖完水 之後 我準備要抹 潤髮乳 我就聽到我的隔間的左邊 傳來 蹦 摳 然後我就 也是想說 應該是跟右邊隔間一樣 又有人來洗澡 那洗澡 就是會發出一些聲音 所以我也不理他 那等我 弄完我的潤髮乳 然後 把我的頭髮沖掉之後 我就聽到我的 正門口 我的正門口 我的門一直被拉 然後我就很生氣 我就說 有人喔 不要再拉我的門 有人在裡面洗澡 然後 我就擦身體 然後他 隔沒多久之後 又一直敲門一直敲門 我想說 到底是怎樣 有那麼急啊 別間還有隔間 幹嘛一定要跟我講這間 我就直接打開門 對著外面說 有人啊 是沒聽到 結果 外面沒有人 想起這件事情 我還是幾匹疙瘩 外面真的沒有人 然後 我看過去 我的左邊跟右邊的隔間 我都有開門去看 我想說 因為 旁邊 有人進來洗澡的感覺 那 我想說 怎麼洗得那麼快 我就開門進去看 欸 因為地板是為濕 可是 他的隔間沒有濕乾的 他的聯盟頭也是壞掉的 然後 我拉他的那個 開關 水龍頭的開關 他是沒有跑出水的 那左右邊都一樣 我心裡想越想越好 我又趕快 跑到一樓 然後 先在教育廳坐一下 整理好情緒 我才去睡覺 這是我在我們工廠遇過一次 真的 蠻可怕的經驗 那我今天的故事就到這邊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 可以在我的影片下方留言 或者是按讚 也可以幫我分享 也可以訂閱喔 謝謝